第472章被发现了 塔多将军 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 灭金三角其他三大军阀 那种难度可是比要灭了你困难多了 你认为我们会答应你这个条件吗 第二义子看着塔多将军 目光冷静 道 山本武夫轻笑了一声 说道 如果塔多将军把那件东西 无条件交给在下 那么 我们黑龙会倒是可以替你灭了他们 鬼仆没有说话 那邪气森然的眼中闪烁着阵阵冷芒 让人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见到这里 塔多将军说道 今天本将军把诸位邀请过来 就是为了这事情 如果诸位答应 现在就可以竞价了 如果诸位觉得不妥 也可以回去考虑考虑 再来回答我 不过我劝诸位做决定要快 因为我要等的客人 还有三天就要到了 他们一到 那么 本将军就不会再照顾诸位了 听到塔多将军这话 所有人都皱了下眉头 眼下还只是他们三家 但是 在过几天后 来到这里的人 就不止他们三家了 到时候 竞争将会更加激烈 塔多将军 可否先让我们看一看 你手里面的那一件东西 虽说传闻那一件东西 在你的手里 但是我想在座的诸位 都没有亲眼见过吧 鬼仆的目光 从在座的人身上扫过去 这一句话 直指要害 让得山本武夫 和第二义子的眼睛一亮 目光炯炯的 看着塔多将军 不过 听了鬼仆这话后 塔多将军的脸色 却是有些不好看了起来 难道诸位是不相信 本将军吗 塔多将军看了一眼 在座的人 他说道 如果诸位不相信 又何须大老远地 跑到金三角这个地方来 我们自然是相信将军 鬼仆淡淡地说道 不过 人心叵测这个道理 想必将军不会不懂 如果我们在座的人 帮你灭了其他三大军阀 而且支付了金钱 但是你手上 没有那件东西怎么办 这样岂不是让我等 竹篮打水一场空 山本武夫说道 鬼仆先生说得不错 将军阁下 为了保险起见 我看你还是把那件东西 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 一旦我们确定了 也才好答复你提出的条件 闻言 塔多将军的脸色有些阴沉 事情发展到这里 竟然把他自己给套进去了 沉默了片刻 塔多将军说道 那件东西被我藏在一个 很安全的地方 拿出来只怕有些不方便 如果诸位不相信 我可以拿出照片 来给诸位瞧一瞧 说吧 塔多将军对着 站在他身后的弯刀 挥了挥手 随后 弯刀就把几张照片 放在了山本武夫 第二翼子 鬼仆三人的面前 那照片上的东西 确实是他们这次 想要得到的 那个三角形铁块 看到这张照片 三人的目光中 都闪过一道金光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山本武夫 第二翼子 以及鬼仆三人的目光 同时看向大厅的一个角落 那里有一阵隐晦的波动在传来 谁在那里 滚出来 这一道声音落下 山本武夫身后的树下 第一时间冲了过去 深入闪电 他手中的武士刀 悍然拔出 直接朝着那个位置 以刀劈了下去 叮 不过 在大厅里面众人目光的注视下 树下劈出那一刀之后 猛然响起了一道金铁交鸣声 而后 树下的身体疯狂地倒退了回来 他的脸色有些苍白 显然是和暗中那人交手一招后 受到了些影响 隐身异能 朋友 既然来了 有必要藏着掖着吗 鬼仆看着那个位置冷笑了一声 异能者这个特殊群体的高手 他当年不是没有见过 看来 暗中的朋友是想我们出手 请他们出来了 见到暗处的人迟迟没有动静 第二异子冷笑了一声 塔多将军皱了皱眉头 他这里防卫森严 但是依旧有不请自来的家伙闯了进来 这让他的心中有些动怒 何须诸位亲自来请 我们这不是赶来和大家见面了吗 这个时候空气中传来了一阵波动 随后 夜寒搂着无影的小蛮腰慢慢地显现了出来 他的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 并且朝着塔多将军他们的位置走去 那轻松十足的模样 仿佛这里就是他自己家一样 此时此刻 无影的双腿有些发软 如果不是夜寒搂着他 他都快瘫软在地上了 刚才树下那一刀是直接对着他批出的 以他的实力自然是挡不住 已经是上忍的树下 如果不是夜寒关键时候出手 树下刚才那一刀绝对可以要了他的性命 是你 两刀一口同声般的声音 在这时同时响了起来 说这话的人是港村一郎以及弯刀 港村一郎对夜寒这个斩断 他一条手臂的人自然是记忆犹心 弯刀曾经去山海市杀夜寒 自然也见过夜寒的照片 所以夜寒一出现 他们两人就把他给认了出来 夜寒没有理会港村一郎和弯刀 他看着塔多将军等人淡淡一笑 说道 各位冒昧打扰 还望见谅 在下本想正大光明的拜访 可惜呀 这里的防卫太过森严 只怕在下还没有接近 就已经被打成筛子了 所以不得不出此下策 听到这话 众人心头纷纷冷笑 这时只听第二一子冷笑着说道 夜寒 你不在南方老老实实待着 跑到金三角来干什么 莫非你也想插一脚不成 夜寒淡淡一笑 搂着无影 在一个空位置上坐了下来 说道 诸位既然都如此有兴趣 为何我不可以 你自然可以参与进来 但是前提是你的有那个能力 年轻人若没有能力 小心别把性命给完没有了 山本武夫冷漠地说道 港村一郎这是在他旁边说道 老师当初就是他破坏了我们黑龙会的计划 而且学生的手臂也是被他砍断的 原来是他 听到港村一郎这话后 山本武夫的脸色彻底地阴沉了下来 看着夜寒的眼神当中杀气如箭 浑身力气释放出来 港村一郎可是他最得意的弟子 然而 竟然被眼前这个年轻人废了一条手臂 爹